第76屆联合国大会美东时间14号开议 为传达台湾民众期盼参与联合国体系的新声 驻纽约办事处启动全球天灯祈愿计划 在拥有世界的十字路口称号的全球地标 时报广场正中央萤幕上播放天灯冉染深空画面 让天灯从联合国总部附近的这个地标深空 至少有两成的意义 一方面为世界来祈福 希望全球的疫情能够尽快归零 早日复苏重建 同时也希望联合国归零 不要再错误引用联大第2758号结议 并取消所有不当排除台湾2350万人民的歧视性做法 公平接纳台湾 让台湾有尊严的参与联合国体系 联大第2758号决议是1971年联大表决通过 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益问题的决议 当时中华民国政府主动宣布退出联合国 中国政府也自此取得联合国席位和代表权 看着象征起伏的天灯在时报广场一幕冉冉升起 旅居美国多年的侨胞只乎感动 那我们也知道天灯的意义就是一种起伏的象征意义 那尤其在疫情的这段时间 那我们更希望说是为整个世界来起伏 除了在地文宣之外 驻纽约办事处也设置全球线上天灯祈愿网页 邀请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的各界人士上网留言力挺 并且呼吁联合国能聆听每一份心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